高雄大樹區大坑路 鄰近高坪西旁 警方拉起封鎖線 因为这边今天上午8点左右 有民众发现4人在轿车内已经死亡 一是自杀 但是我们还会多方去调查 是否是有其他的原因 根据警方调查 死者是检性一家四口 其中52岁检七 离癌三期 24岁儿子和11岁女儿均为智能障碍 57岁的检性男子为了照顾七小 三年前辞掉工作 每月仅靠不住1万130元生活 初步研判可能是压力过大 萌生死意 由于4人身上都没有外伤 警方朝吴他杀方向侦办 并通知检性男子哥哥和姐姐到场处理 他们家属到场之前 他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所以他们的状况他目前不是很清楚 高雄社会局表示 他们没有对外求助过 未列入高风险家庭 后续将由大辽社府中心和区公所 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